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吴云林 电商年度盛事双十一购物节又到了 而疫情一年多来不知改变民众的消费习惯 就连结账的支付方式也正默默转型中 从货到付款 刷卡转账到数位支付 近来欧美更掀起了新一波称为先买后付的潮流 提供民众分歧零利率的付款选项 这股趋势从欧美吹向台湾 越来越多业者跟进 不过从欧美经验观察 这股趋势导致年轻人有超前消费的现象 到底先买后付是什么概念 又有什么隐忧 今天的温故之心就带您来了解 年度电商盛世双十一购物节来临 起源自中国的双一一带起全球购物潮 想必瞄准这一波折扣抢便宜的消费者 早就准备好要来迎接一波大失血了 来到大战的最后一关 当你准备要结账 随着科技不断创新 我们现在有很多种付款方式 获得付款 刷卡转账或是数位支付 而这一年来还有一种新型的支付方式 因为疫情大势而起 那就是欧美掀起了一波 先买后付 Buy Now Pay Later的潮流 这股趋势从欧美吹向台湾 越来越多业者默默跟进 到底先买后付是什么概念 又有什么隐忧 今天的温故执行带你来了解 先买后付是一种提供使用者分歧付款 而且通常不用额外收费的金融科技商业模式 目前业界比较知名的几个先买后付平台 包括美国的Affirm 瑞典的Clarna和前不久 闹得沸沸扬扬被推特旗下行动支付服务商 Square收购的澳洲Afterpay 先买后付听起来就跟信用卡无息分歧 没什么不同 但是先买后付最大的特色 就是不需要信用卡也能够使用 瞄准了这些不想被银行捆绑的年轻世代 不太放心把信用卡资讯 曝露在网络上的消费者 或是一些没有固定收入 也无法提供薪资证明 难以申办信用卡的人 而且过去办信用卡 万一不小心拖欠了卡费 遇到循环利息的问题 消费者很容易就会陷入卡债的恶气循环 而先买后付虽然也有违约或是持绞金 但也不会像信用卡这么高 听到这里让人不免怀疑 天底下哪有这么好康的事啊 如果没有利息 为什么许多科技巨头像是苹果 推特PayPal 都要争先恐后推出相关服务 这个系统是怎么营运的呢 除了新型态的支付体验 能够吸引许多潜在客群之外 先买后付的平台依靠的两大收入来源 主要是消费者持绞的质纳金 以及向合作商家收取每笔交易的筹成 根据外媒报道 目前今年全球先买后付的产值 预估大约会达到930亿美元 约合新台币2.6兆 虽然这还只占了整体线上消费的1.6% 但这个比率还在迅速的成长中 预计明年还会再成长进一倍 达到新台币5兆元 不管是像亚马逊 沃尔玛等国际零售商 或是国内的PC Home K6等各种形态的电商平台 都纷纷跟进提供这种新的支付选项 而且购买的产品服务 小至当今爆款流行服饰 大到家电精品 甚至连旅游业瑜伽都跟上这股潮流 随着先买后付市场版图迅速扩张 这些平台纷纷取消质纳金的收取机制 只是这种想要无痛消费的心理 有可能会带来难以预期的社会问题 有证据就指出 有31%的先买后付使用者 个人财务状况是窘迫的 高于一般消费者的20% 而且过去两年来 高达43%的先买后付使用者 是会持缴款项的 显示出这种消费模式 很可能会吸引许多消费者 来购买自己根本买不起的产品 疫情改变消费习惯 先买后付带动新一波商机 尽管存在隐忧 但各大电商业者相继投入 已经成为网购新时代的趋势和风潮 以上就是今天的温顾执行 我们下次再见 在海外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本地薪商业联盐 派避光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 因为派避光 很有阳恐慧 他不会有 AN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正在英国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 这场国际瞩目攸关人类面对极端气候对策的大会 各国的环保人士和社会团体也前往集结串联示威抗议 约莫十万人走上街头 要求政治人物、跨国企业和富裕国家加快应对气候变迁 解决社会、经济和种族不平等的问题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议程进入第二星期 主办城市英国苏格兰格拉斯哥日前上演街头示威 有大约十万人集结抗议 不满会议中未能采取足够又快速的行动 以抑制全球暖化 队伍中有不少民众带着小孩参与 要为下一代的生活环境请命 这个本明是影响到他的表运 他们准备 Christine 他们准备从前作温 cabeça 他们准备的条件 啊天生的活力 不便可 亏 Period 游行民众来自世界各地 有环保团体 社运人士 被视为大自然守护者的原住民 格外受到关注 多数族群主张 气候变迁不只是环境议题 也是社会 经济 种族和性别议题 凸显持续恶化的各种结构性 不平等 不正义 呼吁各国既得利益者 必须尽快扛起责任 而不是心存侥幸 我们祝福这些未来 因为我们会奉励美国的国家 我们会奉励维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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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峰会议程12号结束 街头示威的主办单位 批评峰会上各国承诺含糊 并未纳入民间团体的声音 会自行举办气候正义人民峰会 和官版峰会较劲 中央社届陈孕育 格拉斯哥报道 而对抗极端气候 台湾也不缺席以NGO身份参与 台湾代表团最近举办台湾日 包括绿能应用及台英气候合作等各种研讨会 广纳台湾英国20多位讲者 也向外界介绍台湾绿能发展现况 向国际社会传达愿与国际伙伴 共同对抗气候变迁的决心 联合国气候变化刚要公约 第26次缔约房会议 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 台湾代表团最近举办台湾日 还因各界超过百人出席 他们会继续与其他同样的地理绩 伴供业和众人 如我说过前几天 在开启的台湾日 台湾年纪 台湾英文 已经重新出席了台湾的努力 为了与我们国际伴供业伴 承諾我們的決定 去踏入未遇到核佔零消耗 但為了達到這項目 台灣必須的支持 同樣的夥伴 台灣必須允許在UNFCCC的進行 政府也會帶頭移出一條能夠接軌國際 又能因應台灣需求的靜雲排放路徑 來引導民間投資低碳成長 促進公司協力合作 強化與社會各界溝通對話 從供給面製造面使用面環境面 共同建構一個永續的綠色家園 台灣日議程包括綠能應用 和台英氣候合作相關研討會 網納台灣英國20多位獎者 責任的挑戰 现场也设置摊位介绍台湾离岸风力发电计划 以及环境议题相关的国际合作计划 中央社记者陈韵玉 格拉斯哥报道 感谢你的收看我们在华视频道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吴依林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